《红楼梦》是古典小说和章会小说的巅峰之作 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 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它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书里的假史王靴四大家族荣华璀璨又瞬间落幕 书中各色人等的悲欢离合让人唏嘘 其中的处世道理也值得我们去体会 今天我们来重温书中的一些经典名剧 一起来体会这份看透世事人情的智慧 首先来看看这一句 事败修云贵 家亡莫论卿 这句是王熙凤的女儿乔姐的叛词 说的不仅是乔姐的命运 更反映了人情事故事态炎凉 知彦斋在凭这句的时候写过 非经历过者此二句则云纸上谈兵 过来人哪得不哭 所以这两句也很可能深刻的反映了 曹雪卿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从古至今社会上的事态炎凉始终存在 一个人一旦失去权势和地位 那就算他曾经显赫一时 别人也不会看中他 而当一个家庭衰败的时候 亲朋好友的关系也会疏远 在现代社会当中 很多人升官发财的时候 身边围绕的朋友特别特别多 但在困难的时候却倍感孤立 人际交往当中的很多关系 一般以利益为基础 当一个人失去资源或者影响力的时候 原本的朋友也就不在了 所以《红楼梦》这句话也是提醒人们 在顺利的时候不要盲目乐观 要懂得居安思危 生活当中人际关系固然很复杂 但真挚的情感和彼此之间互助的精神 才更值得我们去珍惜 我们再来看看这句 成人不自在 自在不成人 出自《红楼梦》第82回 当时习人在开导宝玉的时候说 成人不自在 自在不成人啊 习人虽然是大丫鬟 但毕竟是丫头 一个丫头都能说出这样有道理的话 也可以看得出贾府的那种底蕴 耳如木染 让丫鬟也很有见识 习人这句话说出了一个道理 就是一个人成长 长大 就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 想有所成就 就需要经历 艰辛和约束 不可能完全的随心所欲的 如果只追求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就很难以成人 难以成事 这句话揭示了成就和自在之间的那种矛盾的关系 人成长的道路上少不了自我约束和努力 人必须精力磨练 才能实现自我的那种华丽蜕变 我们再来看看这句 牡丹虽好 权杖绿叶扶持 这句话出自《红楼梦第》110回 是说人不管有多大的能耐 总得有人协助 有人帮忙 曹雪芹通过这句话赞美了 王熙凤的才能和团队的重要性 这句话也提示我们 成就需要群体力量的共同协作 想做事 不要忘记搭建团队 更不要在成功之后 忘记背后的支持者 我们需要长怀感恩之心 懂得尊重和珍视合作伙伴 或者帮助过自己的人 再来看看这句 甚荒唐 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赏 出自《红楼梦》第一回 这句话表达了对人生无常 和世事如梦的感慨 人生从一定意义上讲 充满了虚幻和无常 其中人散后可能会默然发现 自己忙忙碌碌一生是一场空 也许身处适中 至身世外 才有真正的通透和自由 我们再来看《红楼梦》当中的这句 《金子中得金子患》 这句出自第46回 意思是想要得到珍贵的东西 就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这句话表面上是讲金子 实际上也是讲一个人的能力 品质和成就 最终会吸引到同等价值的认可和回报 真正优秀的人 往往会吸引到同样优秀的朋友和伴侣 以及一些机会 所以这句话也提示人们 专注于提升自己 这个世界是等价交换的 你想要什么 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 再来看看这句 阴贤沙貌小 智史所加扛 左脸破凹寒 惊贤紫莽长 出自《红楼梦》的《好了歌》当中的句子 世上的人总是这样永不知足啊 比如从觉得观止小 总是不满意 最后导致贪得无厌而触犯法律 把自己给整了扛上 枷锁了 整进去了 再比如在物质生活上之前还一贫如洗 只有一点破衣烂衫 冬天冷得是瑟瑟发抖 到后来大富大贵了 又开始嫌弃华丽的紫莽袍 太长了 人啊总是这样 没钱的时候呢 觉得有钱真好 没房的时候 觉得有房子就很好 生病的时候 觉得健康最好 离别的时候呢 又觉得相聚才最好 所以人好像永远也搞不清楚 究竟什么最好 说钱好 钱也有买不到的东西 说房好 房也有带不走的时候 那些因为过度追求利益和权力而迷失的人 是可悲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句 当着矮人面 别说短话 出自《红楼梦》第46回 意思是说话要注意对方的忌讳 顾及别人的感受 避免让对方觉得丢脸或者尴尬 在现实当中呢 这句话具有广泛的意义 特别是在公共场合或者人际交往当中 比如有人可能在财富职业成就或者外貌上觉得不如别人 那么公开议论这些可能会让对方感到不安甚至自卑 每个人都有短处 避免直接揭露他人的弱点 尽量给对方一点尊重 是一种教养 君子不成口舌之快 嘴巴上赢了别人 你将失去一个朋友 收获一个敌人 再来看看这句 胖子也不是一口吃的 出自《红楼梦》第84回 这句话很形象也很幽默 任何成就都不是一蹴而就 需要一步步循序渐进的积累 就算看似简单的事物 它的形成也是一个持续积累的过程 不管是学习工作还是个人成长 都需要耐心和毅力 把大目标分解成一个一个小目标 逐步实现才可能最后成功 就像俗话说的 一百层的高楼 也是从一楼开始建起的 它强调了积累的重要性 再来看看这句 《强倒众人推》 出自《红楼梦》第55回 这句话说透了人性 人一旦失事或者受挫 可能会有很多人 趁机打击他落井下石 想让他彻底垮掉 所以当一个人碰到困难的时候 才更有机缘看到事态的真相 最后我们来看看这句 守得贫 耐得富 出自《红楼梦》第90回 人需要能忍受贫穷的艰难 也需要经得起富贵带来的很多很多的考验 这种心态在现代社会也很重要 物质丰富 容易让人迷失自我 而经济压力也可能让人焦虑不安 保持平衡 坚守本心 才是人生当中的智慧和修养 正所谓 熬得住艰难 才接得住幸福 好了 今天关于《红楼梦》十句名句 我们就聊到这了 大家最喜欢其中的哪一句呢 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来聊聊 节目最后 请大家帮忙点赞收藏和转发分享给更多朋友 谢谢各位 我是灵溪 我们下期再见